姑娘看看你这儿 我有一句话我特别想问你 人需要有感恩和知足心吗 我知足呀 我也没觉得他这些给我花钱是理所应当 他就应该这样 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图老师问的你那句话 那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你又花了他那么多钱 你该为他做些什么 我们一直在一起也挺开心的 如果说是因为钱的这方面 如果他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不花他的钱 我甚至可以下来节目 把他的卡都还给他 那他现在就说了 我们俩所有的回忆都是痛 你们俩认识八个月 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看儿子你能争吵三天 然后你会用各种方式去 拿他的信用卡的主卡和副卡 然后你问他要了一间工作室 然后这个工作室 还不能按时开工和接活 那么我就特别想知道了 我要是一个男人 我留着你干嘛呢 那他不是喜欢我吗 那我们俩该 可是他现在不喜欢你了 因为他发现在美丽的外表下 是一个空壳 他没说不喜欢我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喜欢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方的不讲道理 或者是男方的由头滑脑 都让我们会有一种 阴暗的想法来想象 是一个土豹的 找了一半款女 后来这个男方的一些表述 包括他所揭露的一些事实 就在这种有喜剧效果的表面背后 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你们彼此之间是有真实感情 只可惜你亲手毁了他 也许你是因为23岁 你不懂事 也因为他百般的纵容 导致你养成了一些这样的坏习惯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愿意如你自己所说的 能够自力更生 能够恢复以前善解人意的 这样的一种女孩的本性 你还是可以得到的 其实你刚才在台上 所有表现的一些 都是在毁你自己 如果当时你毅然决然地出来 能够把所有的信用卡 所有的经济关系独立起来 马上交给他 能够有一个对他的尊重 同时也还你自己一个尊重 我觉得今天还不会走到这一步 他现在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但有机会 有机会 回去吧 谢谢你啊 祝你幸福 我们为什么今天想 多跟这姑娘说几句呢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 这么年轻啊 就把自己的生活 依附在别人的身上了 我觉得真的 特别替他可悲记住了 如果有一天 我们财富变得非常多的时候 金钱变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去充实自己 这样的一幕 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因为拿钱砸出来的所有东西 到最后还是容易坍塌